年货市集现场 集结山海各类农特产 优质海权加工品和应景花卉等 200多家摊商集聚一堂 吸引一波波采买人潮 现场望庄良化身超级行销员 与民众玩游戏比大小 刺激买戏 同时还提前发放虎年红包 场面相当热闹 过年前刚好是采买年货的大好时机 来领到县长的老虎红包 买个花放在房间里面 就是新年有新的气象 所有的这些生鲜或者是加工品 都是经过我们县政府严选过 口感软Q有弹性的一口吃乌鱼籽 新鲜水果烘好 保留水果原始风味的果干 为了抢工年节半熟礼双鸡 双家们无不绞尽脑汁 就是希望吸引民众目光 乌鱼籽吃起来很Q弹 很好吃 过年过节 他自己在家里面用或者送人两香仪 过年到了我们放一盆花在家里 喜气洋洋花开富贵 自事如意 裁员广进 将我们的苦瓜做成苦瓜饼干 在这个疫情之下 让大家能够在家里面吃到非常健康的零食 现场有书法家辉豪送春联 也有食安教育闯关体验活动 吻庄良提醒大家 来逛年或适及的同时 防疫也不能忽略 才能让大家安心逛 开心买 请支持食安在家 及低贪主席标签 新唐亚太电视罗金星方雅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